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吗 今天听讲座只有一位同学打一一吗 大家有在听的同学要多打几个一啊 你们在的话要告诉我 知道吗 因为对 我以为没有人呢 我以为就我在自言自语 有在的同学一定要告诉我啊 你的存在 然后呢 我好给你们讲接下来的东西 接下来的新的内容 给你们做示范 嗯 好 那么 谢谢大家 好 很多同学都在啊 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 就做示范 我通过呃 我这个讲座的话 我不会给大家直接就是一直在这里说 而是通过这种示范的方式来给你们讲 会让大家更加清楚明白直接 好了 那么我通过示范的方式来给大家讲 这个色彩表现 色彩的张力 如何去搭配色彩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素材都是我今天找的素材 那么你们想看一下 呃 这些我给大家画个人的吧 你们看一下 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画第几张画 这是一个素材 通过素材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啊 做一个 对 看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示范哪个呢 画最好看的 那你觉得哪个好看呢 好 我来自己找一个吧 躺着的那个啊 躺着那个这个图片我看一下 这个太小了 当然也可以 都没有关系啊 那你们想看这个吗 想看这个我就给你们示范这个 可以吗 还是有不同的想法呢 对 嗯 好 那么我们就就画这个吧 因为在我这里啊 这些哪一个都可以 我们就来给大家向你们说画这个躺着的啊 好 我们来 首先啊 我们把这个图倒到ps里 工具 今天啊 我今天我不是给你们画完整的画 我今天给你们讲色彩知道吗 所以这个画不完是必然的 我只是给你们讲色彩 嗯 你们这个因为有时差 所以来不及 我就给大家画这个吧 好 这张图放在这里了啊 来我们做几个示范 好 打开我们的这个工具 这些大家都会操作吗 都了解吗 然后呢 我们来给大家示范 示范的时候 首先第一种啊 大家 你们我问一下大家 我们先画之前 你们你们来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画面的色彩好看吗 嗯 谢谢陈雪玉送我的猫爪软糖一个 谢谢 大家你们觉得这个色彩好看吗 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个色彩 有没有 哇 让你眼前惊艳的感觉 你觉得有没有 还是说这个好像就是正常的色彩 普通的色彩 就正常的画面 好 没有对吧 说大家就勇敢一点啊 你画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有判断 你说好就好 说不好就不好 你要说出来 我觉得对 说的很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画面 那么好 我们第一种啊 大家以前的画画经验是什么 我们来画先画第一个 按照这种色彩关系啊 我们来给他铺一个色啊 我们来画一个第一个版本 就是先画一个正常的啊 普通的色彩 这个颜色呢 我 我没有自己去画 而是吸他的颜色啊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今天呢 我只能简单的示范啊 给我一点点时间啊 好吧 我们来 我来吸他的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好看吗 对 起一个色块 我先用一个传统的方式啊 现在没有讲色彩啊 我只是先给你们做一个传统的示范 今天我们因为不是正式上课 只是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分享 所以呢 我这里就是简单的给大家 你们就不要问我说 这个人到底怎么画了 好不好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这样一个安排 只是讲色彩 所以呢 我就针对色彩给你们说一下 很多时候大家在画的时候 就是这种吸色方法 对吧 特别是零基础 没有基础的同学 你们在画的时候 包括我以前画 最开始学颜色的时候 自己在研究色彩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就去 不会搭配 不会搭配怎么办 我就吸他颜色嘛 吸他颜色 因为这个没有 没有任何的难度 比较简单的 这个大家都会吧 吸颜色 嗯 问一下大家 你们都画画画了多久啊 你们有几年的这个绘画经验 好了 这是一个草稿啊 一个草稿出啊 出来了 大家你们觉得这个色彩好看吗 好看吗 我觉得是不是一般呀 普普通通的色彩 对吧 正常的色彩 有没有张力啊 没有 有没有戏剧冲突啊 有没有色彩表现啊 普普通通 对吧 按照我们这个刚刚讲课的内容来说 嗯 没什么张力 没什么特点 好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我就给他这个铺色阶段 放在这里就好了 嗯 普通的放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要给他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啊 先给大家 因为有对比才会有伤害 有对比 我们才知道这个色彩好不好 我觉得色彩一般啊 这个色彩一般 这个色彩一般不是我造成的 而是这个素材本身 我觉得就这个色彩就是一般的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怎么把这个色彩变得更好看呢 好 这是一个草图啊 草图 我们把这个草图放在这里 草图一 好 命名个一 然后呢 OK 我们复制一个 接下来 同学们 我就来给你们讲干货了 今天干货很简单啊 今天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但是简单的东西包含着一些复杂的道理 同样具有难度 好了 我复制一个 没有张力 对吧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我的作品 啊 我们这个作品 首先我来分给你们揭秘一下 我这张色彩到底怎么画出来了 就是说我在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人 这个这个公鸡一定是粉色吗 然后呢 人物皮肤是粉色吗 整个画面是一个粉色调吗 这些 这种很梦幻的颜色到底怎么画出来的 是不是我画之前就想好了 不是 不是 啊 告诉大家 这是我 我用了一些工具 到底是什么工具呢 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我在画的时候 我会借助一些工具 这个工具会辅助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借助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PS画画的一个原因 所以那么这个工具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什么工具呢 我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那么还有我要跟大家说 这里我刚刚跟大家说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色彩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么多色彩 对不对 但是大家敢于尝试吗 不敢于尝试 这些色彩怎么得到呢 告诉大家 今天我讲第一个方法 很简单 按住我们的快捷键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图像 图像这里有个调整 调整的这里有个什么 色相和饱和度 这里有个快捷方式 那Ctrl加U键 记住了吗 明白了吗 大家有没有常用这个工具 有没有常用工具 有吧 好了 我再来回头来看 我们刚刚的分析啊 再来看一些分析 为什么说这些色彩好看 这些好看 我们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人物啊 现实世界 人有这么黄吗 这么红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光 这样有颜色的光 有颜色的光打到这个人的皮肤上 让这个人看起来是黄黄的 对不对 那这个色彩是不是夸张的 是不是 肯定是夸张的 是不是增强了色彩 肯定是增强了色彩 那么人有这样黄 没有 说明这个颜色有点什么 有点夸张的 戏剧性的色彩 我们同样再来看 真正的街道 我们的马路是红色的吗 红黄色的吗 是橙色的吗 不会的 为什么马路是这样颜色 因为这是一个光源色 强烈的光源色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画面里就增强这种光源色 就是本来我们现实世界没有的颜色 我们给它夸张化 明白我的意思吧 懂我的意思吗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素材一样 人啊 没有这样的粉色皮肤 但是呢 他给它做了一个 刚刚像我们小 刚刚同学说的 像一个主观色一样 当然我说这是光源色 也好 还有这个主观色都可以 就是说 它会改变我们对于 现实世界的颜色的固有的认知 要画一些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色彩 那么就会有新鲜感 那么这种新鲜感就会带来一些新的色彩表现力 好了 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工具啊 刚刚说了色相和饱和度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我称它叫 这个工具我是经常用的 不要小看这个工具 大家学设计会经常用 但是大家不敢于大胆的去运用 这里有一个啊 叫什么色相 什么是色相 色彩的倾向 嗯 好 我们来尝试看一下啊 我们来给它调 原始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 我来给它调 接下来我就要调一些 好 我给它再复制一个啊 来调 调一个大胆的主观的色彩 强烈的色彩 看一下 朝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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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然后哎 感觉相比之前了 你看 普普普通通 很正常 来看一下 哇 有没有紫色的皮肤 没有 对吧 但是 但是现在就有了 那你敢不敢于画这样的颜色呢 有些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 看一下 有些地方还可以夸张一点点 好了 我们做了一个版本 我们还可以再复制一个 再做一个版本 去对比 看看 看看哪一个这样的方法啊 告诉大家 这样一个经验之谈 就是一个要去 首先这个颜色要刺激到你的眼睛 刺激到你的眼球 你觉得哇 这个眼睛 感觉好特别 好 停留吧 那么这个颜色应该就是一个大胆的色彩 你就可以尝试了 首先 我先 我不会教 暂时啊 因为我们今天 我不会教大家那些最基本的 什么这个 呃 这些最基本的颜色理论 而是教大家一些特别的东西 嗯 而且这个特别又是一个主动的 又是大胆的 借助工具的操作 得到一些全新的配色方案 好了 哎 我觉得这个色彩也可以 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开始原始是这样的颜色 那我又改了一个这样的颜色 我又改了一个这样的颜色 好了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有些地方呢 我可以两个颜色放在一起 我是不是还可以进行一些叠加的效果 看看 看看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效果 他们做一些特别的模式 让两种特别的颜色叠加到一起 产生这种 呃 用滤镜的方式 看看有没有更加 他们俩会不会产生新的化学反应 好 同学们 你们要记住 我在演示的时候 你们心里要自己要清楚 我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事 我们是在画画 在画画 而不是在什么 而不是在这个 给大家画照片 我们要不要被照片所努力 看看会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可能性 好了 我就用这个浅浅的 可以吧 这个颜色搭配 随便用啊 我们透明度可以调低 试一下 嗯 好了 这样一个透明度 把它合并到一起 我们还可以增强一下 它这个对比度 看一下 对比关系也有了 画面的这个色彩变化也有了 好了 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办 一般我 这个就是配色阶段 调色阶段啊 你看 很普通 很正常 接下来看起来 哇 有点像这个霓虹灯的效果了 有种这种特别的感觉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借助的工具 大家觉得难吗 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你不敢去尝试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画了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再去尝试了 比如说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其他颜色 细节呢 再去丰富色彩 大家掌握了吗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方法 很简单 非常简单的方法 明白了吗 当然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实践的原因啊 我只能讲一些方法 简单的讲 那么具体操作 没有那么多细节的时间 来给大家操作 所以大家就来跟着我这个思路 你知道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去尝试了 明白了同学呢 所以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我那张作品 我那张作品就是运用了这种方法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开始去调整 细化 嗯 同学们你们觉得难吗 难不难 觉得 可以接受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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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吧 好 简单哈 那就好 大家掌握了以后 那么我这种方法就说完了 就给大家放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啊 给大家示范了一个 这个简单的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换一张图 一直换一张图 大家会腻 我们再来换一张图 好不好 再来换一张 给你们 让大家多看几个示范 刚刚 好 有些同学啊 我们先找这些颜色本身就好看 我们就不画了 我们就找些颜色一般的 普普通通的色彩 然后呢 我看 我来给大家做出来色彩的张力 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 我们又要高于生活 所以呢 我们就 给大家画一个这个好吗 可以吗 还是画这个呢 樱桃 就是这个啊 大家都想看这个樱桃 那也可以 我就给你画这个吧 樱桃就樱桃吧 嗯 来 我再给你们换一个示范啊 同样原理啊 我先给你们画一个正常版本 同学们你要知道 这个色彩本身就是比较好看的色彩了 但是好看的色彩 我还能不能超越这个色彩呢 那么这就有难度了 好 我再给你们画一个简单草稿啊 这些 这个放在这里啊 不画了 我们再来画一个新的 看看这张草图 同样还给大家 再给大家画一半啊 先画 先吸它颜色啊 还是按照我们刚操作 之前进行的这个步骤 吸它颜色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张力 变化 好 看一下啊 哎 小牛你怎么过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 做个小讲座 被你发现了啊 来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给我点时间 我给大家画个草稿啊 像这种呢 我们比如说这种吸颜色的方法 这个其实我们得不到太多锻炼 就是我们 这种方法是什么 至少我们画画就不会出错 明白吗 但是我们真正的锻炼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你那样的话 你你那样的画画 你才会锻炼你的绘画表现力 你的色彩表现力 你对于色彩认知了解 如果你永远一直去吸色 看别人的色彩 那么你永远 呃 就是当人看别人色彩是好 就是说你永远不敢主动的去尝试一些新的色彩 啊 有句话叫怎么就跳出我们自己色彩这个舒适区嘛 那么你才会 有更多的收获 我希望我今天讲完以后 大家有空了 你这个画画的时候 可以去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 我今天讲的 这些不是说 书本上知识 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一个经验 所以希望这些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苍 苍苍云 松 送我的两根辣条 今天晚上我的晚餐 对吧 谢谢小牛送我的辣椒 这个猫的猫爪软糖 这个是大家 我本来想给你们画一些 这个全身像 你们非要让我给你们画一个举步 看画这个樱桃 对吧 这个就是西色表现啊 我当然我今天给你们示范 是为了给你们做演示 让你们知道色彩的呈现 我自己画画是不洗颜色的啊 我先告诉大家 我不是因为是为了做这个示范 我才洗颜色 我平时自己画画是自己去搭配色彩 只是给大家老老实实的去展示一个方法 就是展示一种流程啊 好 欢迎 同学 我们今天讲座已经 因为今天讲座要求的时候 我们这个讲座讲一个半小时就好了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了 所以欢迎你来 我已经讲完第一个指示点了 现在讲这个第二个指示点啊 不要告他们 小牛不用告他们 因为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小讲座 很多东西讲的不是特别细 知道吧 所以你不用告他们 我们后面也会讲的 你就低调的自己在这里听一下就好了 谢谢猫小依依送我的这个软糖 我再把这个鼻子这个地方 调整一下 大家你们现在你们是不是都是上班的 都是工作的呀 今天晚上 然后还来听这个小讲座 会不会困啊 会不会累啊 这些没有时间了 我是简单画一个草稿 只好老师讲太少啊 因为点到为止就好了 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小分享啊 知道吗 同学们 就是一个小分享 所以你们就是 但是我会把指示点讲清楚 你按照那样去画就好 只是说示范没有太多时间 给大家做这个示范 在这里画一下 我们现在是58 我们画了9点 然后我就开始 今天这个小示范 这个示范画这里 这是西色示范 然后呢 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讲 第二种色彩张力的表现 是运用什么方法啊 我们因为毕竟要有个这个 基本的色彩的一个画面内容 在这里放着 我才能继续的讲内容 而且呢 我一般不会给你们 直接展示PPT 展示PPT的话 大家吸收不到东西的 就是看一个版书 所以我都是现场示范 现场示范 我觉得这样的话 大家会更加直观的得到 绘画的这个吸收的这个经验 会比直接看PPT效果 肯定要好一些 对吧 一点画画基础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零基础也可以学画画 零基础也可以画 我是有基础的 但我也是从零基础开始 从零开始的 一个软糖要喘几分钟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叫好事多磨嘛 说明这个糖比较甜 好了 我们就画这么多啊 这张草稿 画这么多 我们得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是我用了吸色的方法 得到的一张 我们的色彩认知 一个色彩的表现 那么这个画面 我刚刚跟大家说过啊 像这样的色彩来说的话 这个因为这个画面本身色彩就很好看 所以我们在画色彩的时候 只是吸它颜色就够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色彩 它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呢 我能不能超越这个色彩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所以我接下来用第二种方法啊 大家记住了 第一种方法是用什么工具来着 大家回忆一下啊 接下来我要讲第二种工具 我们这种方法就针对零基础 当你至少你基础不好 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方法去强化你的色彩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PS工具 我也会用的啊 所以不用觉得用工具可耻 如果可耻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用PS画画 因为PS本身它就是一个工具 是不是这样 好了 那么我其实还想给画这个草图 但没有时间 就这样 这个草稿我们画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还是怎么样 还是给它复制粘贴一个啊 来复制粘贴一个 复制粘贴 我们就得到了它的第二个版本 因为有对比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结果 对不对 第二个版本 大家来看一下 我还是在这里啊 图像工具 这里有个调整 这里有个曲线 那Ctrl加M键 记住了吗 Ctrl加M键 记住了吧 好 我这张画面就是接下来要用它来操作 那么正是操作之前啊 这是一个复制的对比版本 那么这是我们复制出来的 这个拷贝 我们可以再拷贝一个 做这种特殊效果 好了 我们来拷贝一个 在这里找啊 调整 这里有个曲线 找出来它以后 你会发现这里有个通道 RGB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色彩 几个通道 那么我们在调的时候 这些可以调 可以调红色 也可以调绿色 也可以调蓝色 当然你也可以不调 那么你会发现这里有条线 这个线呢 你会发现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怎么样 它会产生变化 对不对 我一般 这种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讲的是第二种啊 就是 我的这张画 这张画的色彩是怎么呈现出来 像水晶一样这种透明的色彩 我就是运用了这个曲线工具 曲线工具怎么调啊 记住啊 是它要有一个 有一个弧线 就是有个波峰和波谷的这样一个感觉 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它会得到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色彩的画面 对吧 记住一下 我们再来操作一下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尝试 把这边啊 你看 我们用鼠标给它拉上来 这边呢 我们给它降下去 然后呢 再提高 你会发现 它就会得到这样一个色彩倾向 当然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绝对的方法 没有 你可以去尝试 画色彩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做实验一样 你看 好 它就会得到一些全新的色彩 对吧 好 这个全新的色彩 我们 我觉得很特别 非常 非常的 大胆 但是这样画 肯定这样画不好看 我们接下来怎么样 把这个透明度降低 看一下 来 你看啊 在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里边就会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一种 你看一下 之前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产生了一种灰色 高级灰色 看出来了吗 那么这种高级灰色 就是我刚刚 我画这张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里边好像就是有种 这种说不出来的 这种高级的灰色 这种颜色 所以灰色加亮色 缺少暗色 整个画面看起来 就是有点透明感 好 来看是不是这种感觉 好了 这是做了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 复制以后 然后呢 我们 再做一个效果 就多次做这种效果 一层一层的 反复的去做 好 你看 好 看看 有没有我刚刚那种 画画的感觉 有没有 好 确定 好 我们再来 把它也加上 再把它加上 哎 这个颜色 你看 就会产生 这个线条和线条之间 产生的 物体和物体之间 产生这个多余的 这个色彩变化 很丰富 像荧光一样 像糖果纸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回头 看我刚刚这段画 是不是这样 这当然我这个后期又画了啊 后期又画了 你看 这里就有很多的这种色彩关系 彩色的这种色彩边 这里有很多这种色彩 这个告代这不是画出来 是用我这个软件工具做出来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打一个一 好了 你看 大家来看 上边这是原始版本 下边呢 这是我们做了效果的版本 那么做完了吗 没有 这个时候做了这一步以后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色相 再去试一试 看看 看看 哇 好 哇 好 好看吗 同学吗 看看 这个色彩 好 就画这个色彩 OK OK 你看 原始的版本 现在的版本 当然 这个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色彩的草图 一个全新色彩的草图 你们再看 这个颜色好看呢 还是下面这个颜色好看呢 如果下面不够好看 我们还可以再调 直到你满意为止 还可以这种高级的灰色 对不对 还可以得到 嗯 看看 我觉得这个更加高级 大家觉得呢 你们觉得这个颜色高级吗 好了 我觉得 嗯 之前呢 很平常 很普通 现在呢 色彩变得很有魅力 当然我给大家说 我这是在讲色彩 你说这个原始好看 那只能说原始的图片的 这个色彩好看 那么这个是一个色彩搭配 因为我今天讲色彩的特别性 色彩的特别表现 像这种西颜色 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知道吗 这个原始色彩好看 只是原始的色彩 素材本身的色彩就好看 在这里 我只是在西色 这个跟 这个色彩好看 跟我们今天讲课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它不是你创造出来了 那么这个色彩是你创造出来 那么为什么它 有些同学说好像不太好看 或者说它也好看 为什么有些奇怪的感觉 因为它现在是色彩 没有了这个细节 因为它 你看 这里是很多色彩关系 缺少这种色彩的 这些造型关系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得到这个色彩变化以后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给它 去细化 嗯 好了 这个太特别了 这个特别的话 太特别的话 我们就降低一点点 不要让它太特别 我们差不多就好了 我想我可以做太特别 但是我怕大家接受不了 好了 你看一下 这里的色彩是不是变化很丰富 非常非常的多样 颜色 我们画的是画 我们是画的是艺术作品 插画作品 我们不是画照片 明白吗 当大家明白这个思路 你就知道我今天讲这个色彩的 重要性在哪里 好了 剩下时间 还有这个一点点时间啊 我们九点半结束 还有这个22分钟 剩下时间 我根据这个关系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 细化 然后呢 大家 接下来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提问了 好了 到了这个问答环节 我边示范 然后呢 你们边来提问 因为为什么 有些地方还看不出来 到底好不好看 因为现在只是色块 它是抽象的 没有具体的形象 接下来这个时间里 我在这个色彩基础上 给大家做一些细化 有问题赶紧问啊 因为机会 好像就只有这么几次 另外我再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的下周的今天 我还会在一湖网上 给大家做一个小分享 下周的今天 剩下细化呢 就是要慢慢的 比较费时间的 所以呢 你看 这个是需要画吗 这个色彩不需要画 这是我们用了一些辅助工具 来辅助我们的色彩 明暗关系 明暗关系 不用的 不用的 因为我们这张画面 首先 整个画面色彩都变了 比如说你看 有些地方 该这个深色的地方 我用了浅色 所以这个色彩 就是这个明暗关系 不一定要遵照它 当然这里说完了 有些时候 我们要防止我们的画面画错 所以呢 我们的画面 如果这个素描关系不正确 整个画面可能也会出错 所以一般正常来说 我们还是要遵照为主 就遵照它这个素描关系 比如说我们把它去色 哪里亮 哪里暗 哪里是投影 哪里是背光面 受光面 我们还是尽量来遵照 这样会减少我们后面的麻烦 知道吧 能理解吗 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握的好 你可以不遵照它 你可以自己就创造出来 属于你自己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明暗 我只是简单说 可以创造出来属于我们自己的明暗关系 那么 我们如果把握不好 我建议明暗关系 素描关系 光影关系 按照它 但是色彩 用我们自己的 其他同学呢 还有什么问题 嗯 其他同学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可以问啊 剩下时间我就来这里给大家再画一下 这个细画呢 就是没那么快了 因为画一张画不可能几分钟 或者说是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画 画一张画是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时间的 所以呢 我们就展开 简单的来给它展开 今天讲了两种方法 大家要自己去尝试 你现在懂了 不然你后面不画的话 又忘记了 希望大家掌握这两个方法 这个方法都是我自己画画的一个 利用工具 那么当自己色彩 觉得没有张力的时候呢 自己就去用一些工具 这个经验 也是我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对 是不是需要分图层 是需要分图层的 但是你们也看了 我画画是没有分图层的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小演示 所以我就没有分图层 大家画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分图层经验 会减少后面的麻烦 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张画 刚刚那张画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给它画出来 这个色彩 这个色彩关系 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还有问题吗 同学们 大家都这么 感觉大家都特别的有礼貌 有什么想法 你们就可以随便聊一下 可以吧 还有啊 这些只是一个色彩搭配 我们不是说所有东西 就按照这样色彩画了 有些地方呢 我们还是可以按照这种明暗感觉 我们再去搭配一些新的颜色 这但是今天讲这个色彩 就是一个基础 你这样去画 你的色彩至少不会难看 而且还会特别 画画除了包装啊 那太多了 你们比如说那些淘宝的电商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书籍的封面插图 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海报 美术宣传 产品 产品包装 刚刚你说了 对吧 反正插画的还是很广泛了 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衣服上的图案 还有一些产品的周边产品 插画周边 等等都可以用的插画 插画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也在画插画 因为我觉得现在 一是插画很自由 二是插画表现力也很丰富 多样 而且利用这个工具 又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会觉得很自由 同时又可以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正好感到一个好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 这个经济的发展 还有我们中国的文创事业的文化的 因为有钱了 我们的文化才会变得更加的繁荣 所以我们这个插画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可能大家就感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基础不是不好 不知道问 那没有关系 那就好好看就好了 本身是学电商设计的 那么我问一下 你学电商设计的话 你需不需要有美术基础 首先这个插画 一个是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绘画的能力 就是我们绘画的表现力 绘画的基本功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提高审美 做电商也需要审美的吧 第三呢 就是我们做电商 如果你要有些手绘功底 有些手绘能力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你这个 你 就是 找工作的话 可以加一些工资呀 比如说你又会电商的设计 你又有美术基础 又会画插画 又会做一些简单的这个电商插画 是不是你的工资就可以加工资了 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竞争压力还很激烈的 优秀的人有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力 去提高自己 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更好 所以你会 你这个有电商设计的话 你是电商设计师 那么你又会画一些电商插画 会一些插画 那不是 你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了吗 更多的可能性了吗 对吧 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啊 看看整个画面 这个画面啊 就是一个基本 基本款 普普通通正常 很多人都可以画出来这样的色彩 那么今天讲的就是一个特别的色彩表现啊 你看我们的画面的色彩 就开始慢慢的展现出来了 后面会开课吗 我这边的课 今天一个是给大家做个小讲座 另外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边这个课程 这边课程就是我和这个医护网合作的 12月23号开始上课 大家有意向的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课程特点就是上课也会就是通过这种示范的方式 就是每一张画到底怎么画 给大家画出来展示 而不是给大家讲评题 好了 这个画呢 大概今天 就画这么多 因为时间的原因 剩下时间呢 我就简单的 因为今天这个讲座 因为和一虎 一虎这边我们也是沟通 说给大家做个小讲座 另外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在一虎网这边开设的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呢 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想不想知道呀 想不想了解一下 想了解一下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嗯 有没有就是没有绘画基础的都可以学 这边是可以零基础 零基础是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是你 有没有想画好的这颗心 因为我的我之前 很多的学生 他们就是零基础 但是都可以画得很好 好 那么这个画我们就先画这里啊 后边如果有机会 我把这张画给大家画完 嗯 今天 今天给大家做讲座 我又有一些收获 这个收获就是我又画了一张小草稿 好了 剩下时间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在一湖网开设的这门课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好好来关注一下 我们这门课 哎 在这里啊 来看一下 因为呃 这门课呢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零基础就可以来学我的课 这门课一共是直播的时间啊 就是直播课 我一共是有80个小时 当然这个还不算补课 还不算加课时 加也不算这个呃 零就是零散的一些其他的直播 就是正式上课一共 是这么长的时长 是四个月 就是我们的课程是三个月 三个月的学习培训的时间啊 从零基础开始教你 那么还有一个月的就是毕业作品的创作 就是教你 让你完成毕业创作 完成毕业作品 让你画出来一些能够找工作的这样一些作品 我们课就是我来主讲了啊 今天我是亲自过来给他做一个小讲座 我来主讲 还有我 我还有 我们是这边也是一个团队 那么有四位助教 还有很多的组长 那么这些大概一共有一个团队有二十多人吧 这个团队来配合大家 嗯 配合我来给大家讲 讲好课程 让大家完成好作业 画好画 最后取得这个进步 呃 我这边的要求就是一个零基础就好 你只要有一颗想画好的心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拿能够拿出时间来 拿出精力来 和我一起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画画 当然你如果你掌握一些PS的零基础 那就更好了 我们这边要求就是就是有电脑 另外一是有电脑 另外呢 就是有手绘版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课程 我们方向是什么 首先就是从零基础了 一直到最后 画到最后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从草稿 线稿 场景 人物 光影 透视 色彩 空间 材质 等等 从零摩到创作 我这边全都会讲 因为我这边是一共 大家知道多少节课吗 一共是24节课 24节课 那么一周是上两次课 啊 那么24节课正好是三个月的时间 除了三个月时间 我们还会有额外的时间吗 所以就是三个多月 就是算四个月时间吧 四个月时间 我会给大家讲 从零到你能够独立 画出来属于你自己的 这样一个作品 啊 就是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大家当然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来问一问 对 我的课程就是这样一个价格了 我不知道便宜不便宜 小牛 就是这样一个价格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来关注 了解我的课程 我们这边是 因为我是和一虎网合作 这边是一虎网的 这个是客服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扫描 一虎网的这边的客服啊 去跟他沟通啊 如果想报名的抓紧报名 因为我们名额是有限的 嗯 好 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 反正大家这些想知道 我就跟你们说一下 对 我我自己本身就是画画的 这是我的一些作品 你们已经看了 接下来呢 这些课程目录啊 你们想了解就了解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请你们放心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画画 又有很多的经验 这个课程 我不是照着书本去讲 而是照着我自己的 是犯过错 然后呢 试过错 最后得到一些直接的经验 干货来给大家讲解 从第一节课 一直到最后一节课 这这么多课时 来看一下第一节 第二节 一直到很多内容 嗯 一直到毕业 让大家画出来满意的作品 那么这就是我这边的任务 那么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大家努力热爱的 热情的跟着我上课 你一定会有些收获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 这边就是我 这边学生的作品 这里很多都是零基础啊 他们的一些作品 嗯 毕业了以后 就是上完我的课 就能够画成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当然这些有些同学说你是零基础 零基础的话 我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些作品 零基础不可怕 可怕的话 就是你没有想画好的这样一颗心 如果你有这样一颗心 你就来跟着我来画就好了 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我现在我们这期的 这期的学员的一些作品啊 这些 这些就是我正在上的一期课 这一期课同学们 他们很多是零基础 但是还没有节课啊 他们 这是他们 前几节画的 那这是他的 来看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是零基础啊 这是他 我们当时教的一个摩底作品 摩底作品 他是画成这样的啊 然后现在他已经画成这样了 当然大家这还不是 这是 就是前五六节课吧 这还不是我们最后的毕业创作 所以他已经画成这样了 嗯 这些 而且大家知道 这些画都是独立的创作 我们这边 我这边的特点就是原创 全部都是原创 都是有方法的 而且不会去 教大家去临摹 来看一下 这个是小米洲的 我也是我的一个学员 一个学生 这是他的摩底作品 他已经尽力了 好像有一点点基础 但是这个线稿 基本就算没什么基础 那么他已经 在课堂上就能画成这样了 嗯 这不是一个期末作业啊 我来看一下 这也是 都是他的原创作品 大家你们觉得 这个画的怎么样 还可以 是不是 再来看一下 这都是零基础啊 然后他们 这个不是期末作业啊 我再强调一下 这是他的 平时的课堂作业 就已经能够画成这样了 嗯 同样 对 再来看 嗯 一些课上的作业 你看 这个是 呃 这位同学的摸底子 他确实是零基础 画的这张画 我当时看了 就是惨不忍睹的 这张画 但是呢 他现在在课堂上 已经画出来这样的画了 对 这里就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的学生的 因为一虎这边就是展示的作品 其实没展示几张 展示的很少 给大家更更多的来看一下吧 好吗 你们想不想看 想看的话 我就多给你们看几张 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都是我这边学生 他们 呃 学完以后的 有些是课堂上的作业 有些是期末作业 我们就大概简单来看一下 嗯 学完以后 这个是跟了我十多节以后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效果 嗯 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 嗯 再来看 这些也都是 很多都是零基础 很多都是没有学过画画 都是其他行业的 啊 这些呢都是 这个不是期末作业啊 这是平时课堂上的一些作业 啊 然后呢 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啊 就问一下 对 嗯 还可以啊 这都是平时课堂的一些作业 同学们的作业 来再给大家看一些 嗯 还有很多啊 这里还有 对 这都是课堂作业 展开再看一些 这些 这里应该有一些就是这个毕业作业了啊 看看 嗯 就是毕业了 基本就差不多能画成这样 啊 对 这个是 这些全部都是原创作品 嗯 都是独立的去完成的一些创作 他们毕业很多拿这样工作就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 就可以加工资了 这是最直白的就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了 这一个是我上课是一回事 另外呢 就是大家啊 自己呢 努不努力了 认不认真了 对不对 然后你交了鞋 你不好好画 同样也会不进步了 如果你努力画了 跟上我的课上 你一定会取得很大进步 这个进步我相信会超出大家对于绘画的理解 你会觉得自己零基础 我说零基础 我不担心是零基础 担心的是大家有没有想画好的这样一颗心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八次我们这边的作业 今天刚刚刚要来的第八次作业是什么 第八节课 但是我们第八节课不是说了画的第八节 第八章画了 而是说第八节课这边 可能我们两节课画一次作业 就是说他在我这里一共画了四张画就可以画成这样了 嗯 这些作品全部都是原创作品啊 就是他来到我这边 这些同学们来到我这里画的第四 第四张画就能画成这样的原创作品了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大家你们自己来评价好就是好不好或者说怎么样 你们自己来评价 很多都是零基础啊 你要知道 就是整个课堂作业的情况都给大家拿来展示一下 最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课堂里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嗯 对小牛也是我的学生 好了 今天讲座展示 还有今天我这个小的课程就介绍完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和我一起画画 接下来跟我度过这四个月的时光 我有很多的这个绘画的经验 很多绘画的理论 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么如果你觉得自己画画 喜欢画画 但是你自己没有热情 没有一个氛围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班机没有这样一起画画热爱画画的这样一个氛围带着你 那么欢迎大家来我这里来义虎这里和我一起进行这个插画的绘画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有爱的同学 有爱的助教 有爱的助班 有爱的这个班长 那么好了 我今天的这个课程对自学很难 所以我会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学习氛围 这个就是我们课堂上的平均的课程的作业表现 这些都是我们画了第四节课的 第八节课第四次作业的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进步 因为我们是这是第八节课 我们一共是24节课 所以大家也会知道后边这个进步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好了 我的讲座说完了 今天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想去报名的 有问题的可以关注 加我们的这个义虎的客服 好了 我们的名额有限 赶快的去报名吧 预定我们的名额 我们12月23号见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就说再见了 感谢大家